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繼試車出軌、設施漏水等事故 星期四又再爆出事故 東網最新揭發高鐵列車試車後 車輪嚴重磨損程度屬於不正常 損耗的程度較預計略多 在東網報導曝光後 港鐵高層同日下午見傳媒 一再以磨合期和必然現象解釋這種事故 現在的列車全部都是鐵輪 路軌都是鐵輪 其實在所有鐵輪系統裏面 車輪的磨損是一定會發生的 我們在這個磨損的情況之後 我們調整了在路軌裏面一些潤滑劑之後 我們發覺的情況是大大改善了 其實這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果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不斷的試運行工作裏面 可以將這些問題調整 不在乎哪一輛車哪個磨損的問題 其實整個系統裏面 我們希望將這些問題全部處理和監察 齊早出現和原因有很多東西 正如所說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試運行 去找到那些車輪的磨損 現在也是讓我們看到 在這個情況裏面是看到有磨損的 所以我們即時做了一個調整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公開要求港鐵開城報工 但面對記者一再追問 最新事故涉及多少車輪 和發生在甚麼路段 李勝基都沒有回答 東科入部的想問一下 現在那個車輪的磨損 是否有達3cm那麽多 還有它是否這個磨損 是要令到這個試運行是要減速 它磨損的程度去哪裏 其實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維修的團隊裏面 由頭到尾都監察著的 現在出來的我們監察的情況裏面 它仍是符合運營的要求 是沒有超越了我們的運營要求的 高鐵香港段 今年4月1號試運以來 已經爆出多宗事故 包括西九龍站漏水 米布段隧道地下水滲漏 和信號系統不穩定 阻礙試車 但是港鐵方面說有信心 高鐵可以如期在9月通車 東網記者李冠能報導 我為止我 他的紀念是否 我們在北京的小吉尼 在北京這次的海南城 甚至美学院前提出